2月6日晚映画春秋,又是我Grace,Gia,Thomas 上星期提到奥斯加片霸佔了,没有提及上星期上的新片 今集提及上星期一套大片,我是没有看的 从制作成本来计算,不算是一部A级片,因为制作成本是6000多万美金 看回哪个演员是特别高片酬的,其实还可以 但拍出来的东西,起码是一亿,对比一亿是差不多 这部电影是《移动迷宫》的最后一集 第一集是2014年,第二集是2015年 第三集是因为男主角出了意外,停工了一年 上年的日期已经退了一年 这一部《移动迷宫》是以同类型的青少年 《光华反乌托邦典》 这一部算是最似乎的三部曲 不知道为什么看很多这部曲 很多都一般的 你想看大版本吗? 有啊 《斑奇者》 第四集 现在开始拍完 还没完吗? 第四集 你可以当它难了 因为有很多部队就说应该不会再上电影 他就说会拍一个电视连影的 就算是在电视上播放的 而且男女主角也会换人 其实年纪大 但很奇怪 因为这部电影拍了三集 还有一集大结局 你到大结局那集才换人 这一集都是一个结局 后面有没有影响 你到大结局就看了三集 看了三集 那第三集算不算完呢? 其实它每一集是那件事完了之后 后续你喜欢拍就拍 不拍就没所谓 但《斑奇者》死了吗? 这件事最重要 就是说你这一部移动迷攻 你可以说这三集是当成一个级级级级的 移动迷攻是不同的 第一集完了之后 其实没有第二集都可以的 但第二集就很明显有一条伏线 变成了你一定要看完第三集才完整整整个系列 但《斑奇者》和《斑奇者》一来 它每一集完结之后 基本上完结了一件事 不会说有些伏线一定要去到下回分解 但反而我说了几句 因为当时的期望是很高的 因为当时《斑奇者》是很收得的 而这个女主角又不知为什么 那些人想捧她做第二个《斑奇者》 很明显是不成功的 变成了每一集就越来越缩 变成了每一集都顾得更加高的 变成了每一集的《斑奇者》 一拍就很收得 很好的口碑 第一集拍了三千多萬美金 很低成本 第二集就馬上來 六千萬美金也不太高成本 每一集都有錢賺之餘 口碑也不錯 反而有些是City of Bones 拍完第一集就沒有了 黑魔法 黑魔塔 黑魔塔應該沒有了 黑魔塔不關事 不是這類型的戲 變了很多美麗的女生 當時Hunker Games 這類型的Tri-Light 青少年主打的戲 都票房好的 他們就一窩蜂拍這些 到最後 結尾的暫時只有Tri-Light Hunker Games 和這個移動迷宮 其餘都不得擅長 這部電影 其實這部電影和Hunker Games 都很相似 即是在說那些死靈仔 反對強權的故事 真的好像Hunker Games 都是那樣的 他有些東西我覺得是比Hunker Games差的 他這部電影 第一、第二集和第三集都是 他不會花太多時間來講耶穌 他差不多一部電影 每隔十多分鐘 然後進一場行動才可以享受 這個拍法是聰明的 因為如果大家有看Hunker Games 我只會覺得Hunker Games四集中 第二、第三集是好看的 第一集是悶 第二、最後一集是 你搞這麼多東西 原來都是廢的 就變成了這部電影中間兩集是好看的 嘩 第一集是悶的 你搞整個小時才開始劈油 嘩 真是悶到不得了 去到第四集 以為你準備和最後的波攝開片 誰知道你花整個小時來講 來搞三角戀 也沒有什麼 相反這個移道迷宮 他沒有這三角戀劇情 即是說來就說來打打打打 有些少少的 第二有去到這集 有少少的 他也是很聰明地把這部電影的重點 放在動作 觀能刺激 反而這部電影的人物的構造 他沒有Hunker Games做得那麼好 沒有Hunker Games那麼仔細 例如說主角 他是由WCKD的組織走出來的 他為什麼走出來 他不是花很多時間來交代 其實沒有直接交代的 沒有 知道 我以為第三回合時會說 為何會被人踢到那個迷宮 他沒有交代這些背景 Theresa說她做艷女 他還說得多一點 但其實到了第二集 她說Theresa突然說她自己感染了 其實我自己也有點疑 其實不是 因為Theresa被人送到這個迷宮之前 是抹了一些記憶 Theresa的記憶是回來了 Theresa的記憶是回來了 Theresa就沒有 沒有什麼所謂 他應該不會再拍過前傳 不過《移動迷宮》 其實今集有一個不好的地方 就是跟對上兩集相隔得太遠 他男主角傷了 其實休了很久 其實你看第一、二集 因為相隔時間很短 那些事情你不會說沒有什麼印象 其實我三集看了 去到第三集和第二集 真的相隔得太久 我有些事情開始是模糊了 還有你說韓國仔的角色很胖 對,明豪被人抓了 李英是受罪的 為什麼好像好吃好住 他不斷餵東西給他吃 因為他不斷餵東西給他吃 他不斷餵東西給他吃 變了這些話題有點瑕疵 但是你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會原諒他 無損這套戲的可觀之處 不如這樣說 這套戲好的地方不用說 就是節奏夠快 動作隨便也好看 觀南刺激又夠 但是弱的地方 像Thomas所說的 人物的角色素材是比較差一點 或者當時他沒有想過這套戲會這麼收得 又沒有想過這麼好的演員去做 因為其實他很可惜的是 大反派的奸角是 為什麼他會這麼奸 為什麼他會這麼做 那有沒有說 你是不明白他為什麼要這麼奸 但是這套戲已經是最後一集 他最後一集 他一些紋理 相對的確是多了 第二集就真的不停地跑 然後被人追殺 跑 被人追殺 跑 打 然後一百三十幾分鐘 那麼快就渡過了 但是到了第三集 他到了三分二之後也會有些停頓 即是他也會有些說劇情 可能一來演員的演技還沒有這麼厲害 又或者可能真的純粹要有一個大奸角 就唯有側他上去那裡 其實會像這些情況 不過我欣賞這套戲 是他沒有花時間去搞三國戀 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都很救病 對於這件事 不是的 其實Thomas和Theresa本來是一對 然後到了第二集 就出了一個角色叫做Brenda Brenda 看到第二集後面 很明顯是對Thomas第一課 這集其實都 其實一看這個女生 一定對Thomas有些事情 但是他只會拍那個女生 對Thomas不離不棄 但是不會強行弄一段三國戀出來拖泥帶水 其實這個是很聰明的做法 因為平時你看Hunter Games 你進去死吧 你不要在這裡搞三國戀 好嗎 Hunter Games的懷疑 就是因為搞三國戀才拖到五集嗎 四集 四集 真的 就像是看Thomas 原來你看完第一集 做什麼一集都可以 中間不要弄那麼多三國人 好嗎 Thomas整個故事都是爛的 不過Thomas和Hunter Games 都有一個共通之處 就是他把最後一集 拖開了兩集去拍 因為他想收到幾億 但是這部Maze Runner沒有做這件事 所以節奏就會爽快很多 不會看到你們眼火爆 起碼不用看三國女士 而且這集看起來就覺得 那些人好像老了些 那你隔了那麼久 所以他真的隔了三年才上到這套結局 所以在觀感上一定是差一點 例如明豪為何會肥肥白白 Thomas好像很殘 Truisa好像很殘 全部都是殘 你會不會覺得這些位置好像差一點 因為MCL是好的 他一次過播三集 他又是馬拉松 對 如果一次過看三集 觀感應該會比較好 但你會不會看到那些人的改變 第一、二集沒問題 第二、三集那裡才大 但其實整體來說也很好看 還有我喜歡他會有重要角色死 而死得來不會很煽情 相對於其他同類型的電影來說 這部電影也算是人多 而且死得來很乾脆 死呀死呀 別這麼多話說 即是不會說死也死他15分鐘 而他死了 所以故事繼續去 唯一一件事 我覺得有點救病 就是因為他的電影 反而太少交代人和人之間的關係 變成那個人 那個重要人物死的時候 其實你沒有什麼感覺 其實我自己覺得是大件事 一來交了太久 二來是他的 其實他有一些筆在那裡 其中一個重要角色死的時候 其中一個重要角色死的時候 是嗎 對 不過這個就不穿巧 因為韜希 大家都是值得看的 尤其是看了頭兩集 應該要畫尾 哈哈哈哈 還有他這部電影 其實他也有一點說 就是他在說那個大魔頭 那個WCKE那個 那個機構 和那個飯碗 其實都是想救人的 都是想 一個就是 拿一些 病毒免疫者 來做起薪藥 有一些就是 周圍都有這些病毒 我們搬去一個沒有病毒的地方 一個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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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就是犧牲小愛 完成大我 一個就是 這樣不人道不道德 我們不可以這樣做的 就是一兩個不同的觀點 其實他 這兩派勢力 其實他裡面做些事情 我覺得其實是有 其實他可以描寫得更多劇情 就是讓他有一些更深入的訊息 但是他就沒有 這部電影的重點 就不在這裏 所以 所以看完就算了 我覺得 這個就是 他本身的規劃應該是 不是一套想說話的 所謂的戲 尤其是你看第一集 這麼低程度 第一集有什麼好看呢 就是看看Thomas 升上那個迷宮 然後開始 慢慢走出那個迷宮 第一集好看 因為他的迷宮的設計 其實是 我覺得挺有趣的 是他有個 想法和那個 情節夠緊湊 但是第二集就差了一點 因為走出了迷宮 走出來 如果你要交代的事情多了 就變了 沒有第一集那麼爽 今集又 好一點 今集節奏就好一點 但是就 還有劇情變回 多了 第二集 其實因為主要 都考慮到 隔了幾年 變了 顧慮票房方面 不會說這麼多劇情 變了劇情 輕輕大過就算了 最主要的都是 看一些官能刺激的東西 對 我覺得這部電影 比Hunker Games 好 雖然Hunker Games 可能是劇情 人物都描述 比較多 但是Hunker Games 更好 就是 拍攝太累積 很多人都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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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放進去 變成看來不爽 那就看多一點 以這類型的電影來說 移動迷宮是最公正的 因為其實你要找一個系列 而沒有什麼好挑剔的 其實很難 即是Try Night 你都可以挑剔 每一集都可以挑剔 每一集都可以挑剔 Try Night 根本就是由第一集 已經可以挑剔 到最後一集 大版本就越拍越縮起 縮起 縮起真是可憐 變成電視劇 Hunker Games 頭尾也拍得不好 哈哈 移動迷宮 至少他不是說 會逐集好過第一集 第三集一定好過第一集 不是 但至少他整件事都保持到 水準不會掉了 好像水準的風格是同一 三部電影都是同一個導演 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不悶 不悶是很重要的 不悶是很重要的 因為看Try Night 也好看其他腰斬 也好 都會覺得悶 尤其是Hunker Games 第二、三集 好看第一集和最後一集 是很難看的 嗯 那二度迷宮 這就差不多了 轉回其他戲 好 好看 雖然呢 我滿意 夜 你 也是